就是 你别误会 我不是那种人 我只是喜欢玩 要是真的不要零 还用得着等他们带东西回来 就是他们专门骗钱吧 那几个穷都无家可归的人 怎么也都跟在一起呢 你真的不知道 为了那些让人快乐的玩意儿 如果他们真有福利 迈的就能赚钱 干什么辛辛苦苦去骗呢 谁知道 他们神经不正常 那个美国女孩 太气足了 别动她脑子 她只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啊 她常常摸我 我要到月底才能发薪水 你能不能先借我几块 我有钱会找上你 没钱为什么不早说 疯什么扣 你先溜吧 我要自有办 没出去 去哪里 其实巴伊亚最可爱的就是天气 我完全同意 我曾经在这里学音乐 学音乐 不像 那是因为我把棍子当作笛子吹了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片语 表示不通的意思 木棍子吹不通 与音乐有什么关系 中国人说不通 就是没有成功 哦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原来打算到处旅行的 结果一到这里 就被工具人形犯住了 你打算用嬉皮的方式旅行 什么嬉皮方式 我是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方式 就你一个人 你是想说 一个单身女孩子吧 这有哪点不错 不是道德上的顾虑 我也喜欢旅行 但是一个人没有勇气 我和那些观光客 把旅行变成商业的生产线 你对东丽他们了解多少 我你知道的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参加呢 谁说我参加了 昨天我只是告诉你啊 我早就决定了 是他用他的嘴巴 说我要做修行人的 好啊 原来你是学法律的 他们吃饭去了 我故意留下来等你 我也想了解一下 如果吃得 我会留下来学习 否则到时候我就走 谁也留不住我 那你还没吃东西 这是常识的 有时的 一连几天都没有吃的 你们平常靠什么生活 工理卖了不少话 但是他太好交集 开销很大 这一点明明很不满意 像昨天能看过贿 不知道开了多少次 有什么用 工理很有财情 可是他怎么都不像 有学来人 工理以前在里约一家 电视台工作 生活很迷烂 整天续久 后来遇到尼奥 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一一起来到这里修道 这样说来 尼奥真有那本事了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布宜诺斯爱丽丝大学的哲学假设 秀子是他的学生 秀子为了要跟他 曾经在水堆上磕了十几道 表示决心 他们这个主机是国际星 参加的人完全是知名 至少我很佩服这种精神 感谢观看